中兴大学高教生根计划成果丰硕 这一天是举办了联合成果展 分为产学研链结中心 特色领域研究中心 大学社会责任高教公共性四大区 其中会展展出抗病毒木瓜 高产量木薯以及国产青木瓜 机能保养品原料等等 展现师生创业育成与产学链结的另一面 把鸡蛋放入仪器当中灯光一照 透过特殊镜头连线电脑分析 鸡蛋新不新鲜一看就知道 为了加强鸡蛋的食安管理 中兴大学受益系特聘教授研究团队 发展出这套智能鸡蛋外壳检测机 希望为鸡蛋席选市场 带来不一样的分配管理 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 这种已经孔系上裂掉了 丢掉是不是很可惜 我们目的就是把这种蛋找出来 不要运输了 因为车子运输它会破掉 就浪费我们的食物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生产端 就进入一个水煮的 就变成是我们的家里面的 这种水煮蛋 那你到草商里面 你其实看到很多的真空包装的 就剪刀进去 类似像这样的研究计划 现场还有数十个摊位 来展示成果 这些都是中兴大学执行教育部 高等教育生根计划的成果 这次呈现了前瞻植物生技 永续农业创新 和前瞻永续复探资源创意的 四大特色研究领域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四个特色研究中心 那这是拿到教育部的 额外的一个奖励 那结合中兴大学最强项的 在农业 在生技 在智慧机械方面 那还有一些智能的一些 这种这些轻人员的开发 今天的展示的几个领域 都是中兴大学这几年来 努力的成果 尤其我们可以把这些USR的 这些成果推展到国际上面去 除了特色研究领域外 校方这次也呈现了大学社会责任 与产学研链结的成果 希望作为中部大专院校的顶头羊 串联各校与社会资源 过程中部的教学与研发两能 记者李静阳台中采访报道